想把PPT叫進來的話 其實你在他首頁這個地方 有沒有Open跟Import 有看到PPT的嗎 這樣就可以叫進來了 那我實際做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這裡有一張 好那我再增加第二張 第三張 好這樣 那我就把它儲存起來 PPT或PPTX其實都可以 那我就先放到桌面上 好簡報一存起來 那我回到這邊 回到這邊我們從PPT叫進來 這裡 他就問你一件事情 有沒有他說視訊的部分不支援 其實還有一個不支援 就是如果你在PPT裡面有用一些動畫的話 可能也會遺失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進來了他就問你這件事情 解析中 解析中 有沒有看到有五個步驟 對不對 其實我們剛剛在Focus在裡面有一個沒有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在這邊 我順便看一下 我們在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我說 後面再來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 其實你匯入PPT的時候他就會請你來選這個 也就是你要怎麼呈現 今天呢 你要把它匯進來 你看我裡面有沒有四個檔案 四個頁面 你就看你要匯進哪一頁 好接著下一步 有沒有看到一樣的 他就問你你的PPT你想要怎麼放 這是一種放法 也沒有都跟你平常傳統的PPT放的方式不一樣 看你要怎麼放 好你喜歡這樣放我就擺好 點好按下一步 這就是他的佈局的方法 有沒有範本 所以如果你開新的其實也可以這樣選 也可以這樣選 好你要Mac的 好下一步 有沒有做好了 有沒有你的畫面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預覽一下 點進去 他沒有幫你把PPT多一個殼 有沒有看到第二頁 因為這裡面是空的 所以就 就是空的 像這樣子 所以他幫你加了一個殼在裡面 這樣了解了嗎 不過通常我比較少這樣做 為什麼 我想要用它 就是我希望擺脫PowerPoint 結果你又把PowerPoint叫進來 這樣就倒數還是看到PowerPoint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你 你如果真的想做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這樣子 盡量就不要再跟它一樣的 那我們就從這邊 你看我們新增的時候 對 順便給大家看 因為我現在是不是有開三個了 有沒有跳這個訊息出來 他就提醒你 小心一點喔 注意一下 不然效能會變差 好 進到上面之後 在這邊 開一個新的 或者你就直接從這邊 這邊 這裡 有沒有一樣的 是不是可以自己選 所以其實 如果你做到後面 其實我會蠻鼓勵各位 有時候沒有範本也很好 別的範本可以做參考 但是呢 你就可以嘗試看 我想要用什麼方式來做 你今天想要用這種方式 好 選好了 然後底圖 好 建立 你自己 這樣也OK啦 對不對 你背景圖可以自己來改變一下 有沒有可以自己在這邊再去找 對不對 你可以找你喜歡的 這樣就可以放進來 就有不一樣的感覺 就可以嘗試看 所以 不要害怕說 沒有範本會怎樣 好 當然剛開始 你可以依賴一下範本 可是慢慢的你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像這樣 他就幫你把 那些位置 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 多的你就可以自己刪掉 好 多的你可以自己刪掉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